2017年,我国视频广告市场规模达到489亿元,同比增速37.75%,延续高速增长态势,今年有望突破600亿大关。 视频广告市场的快速扩张,离不开其创新的广告形式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以小剧场形式为主的创意中插广告。 从2016年的小规模式水,到2017年的大量涌现,再到今年的视频广告标配,国内创意中插广告市场发展迅猛,现已进入稳定期。 随着观众新鲜度、好感度走低,创意中插广告正面临新的问题,迎来新的发展趋势。 始于2006、清于2017,目前,关于创意中插广告并没有明确定义,主要从内容创意、出演人物、广告时长、播乎形式四个方面加以区别。 一般来说,创意中插广告时围绕剧情进行策划,由影视作品中的演员出演,使长一般在30至60秒之间,以小剧场或翻外片形式出现的软性广告形式。 创意中插广告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的电视剧《武林爱传》,剧中出现有虚拟广告品牌《白驼山牌撞谷粉》等。 2013年,龙门标局延续类似呈现方式,但把广告换成了真实存在的产品品牌。 2006至2013年,可以说是创意中插广告市场的萌发期。 2014至2015年间,为增加电视剧情的喜剧效果,探索网络剧的盈利模式和盈利空间,影视制作公司以半买半送的方式低价销售给广告主,创意中插广告市场由此进入探索期。 2016年,一部老九门火爆全网,网络点击量高达百亿,这令期间的中插广告也广受关注,创意中插广告市场借此跨入突破期,单调广告价格提升至百万级别。 有了2016年的突破,2017年创意中插广告市场彻底爆发,电视剧、网络剧、网络电影、电视综艺、网络综艺均成为其载体、楚桥传、猎场、我的前半生、军事联盟等热播剧随处可见中插广告。 进入2018年后,创意中插广告已成为各大视频网站大剧营销的标配,呈现稳定发展态势。 另外,创意中插广告资源为主要以电视剧、网络剧及超级头部电视综艺、网络综艺为主。 未来,随着动漫也耐入创意中插广告资源为,创意中插广告市场规模及单条价格仍有继续上升的空间。 综合来看,创意中插广告得以兴起,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。 首先,与传统的广告植入方式相比,创意中插广告借助剧中人演绎不同的品牌故事,同时内容不脱离剧情,做到了广告与剧共生共存,大大弱化了观众对广告的抵触情绪。 其次,对于广告主而言,创意中插广告既让用户眼前一亮,又提高了观众对于品牌信息的接受度,达到产品宣传的效果,带来显著经济效益。 对于影视制作公司而言,高价出售广告未可带来巨大的效益。 市场火热,价格飙涨。 2016年,创意中插广告市场处于突破期,规模约为8亿元,2017年创意中插广告迎来爆发,市场规模随之大幅提升至30亿元,步入稳定发展后,叠加爆款作品锐减,创意中插广告市场或将出现回落,2018年预计在20亿元左右。 创意中插广告市场的火热,也拉动了广告单价的上涨。 2016年,创意中插广告平均单价与最高单价相差不大,分别为80万元、100万元,相差20万元,2017年,平均单价与最高单价迅速拉开距离,相差达到200万元。 2018年,网络综艺报款频出,取代网据称为创意中插广告的主要载体,创意中插广告的单价也随之抬升,其最高单条市场报价达到惊人的1500万。 创意中插广告最高价格突破到千万级,与其定价标准有很大关系。 通常来说,创意中插广告定价主要以单击流量预估,VIP会员占比,广告投放市场,内容播出方式及内容IP评价等维度决定。 进一步简化来说,创意中插广告价值中80%由平台的媒介资源构成,制作方的授权及制作费用占比大概在20%左右。 接受度高,创意关键,根据调查,在创意中插广告用户群体中,一二线城市,高学历,中高收入是主要特征,而具备这类特征的群体通常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,是优质的品牌营销对象。 具体数据显示,超过84%的用户来自一二线城市,53%以上用户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,54%以上个人税后院收入在6000元以上。 在用户态度方面,84.1%的用户喜欢创意中插广告,仅有百分之一。